经历过风风雨雨 雪中议会终于在6月23日正式解散 锦骨齐鸣 硝烟四季 两大联盟争夺国家心脏地带的56席 谁将称王 本期视频来跟大家说说 朝野必争之地 雪兰额 雪兰额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投资者的首选 是国家金融中心 也是工业重镇 如此高发展的州属 谁不要呢 大马在独立前后 雪州主人都是由三大政党 即巫统 马华和国大党 所组成的联盟 巴蒂普一盖蛋掌控 首次遭遇冲击是在1969年的大选 当时联盟在雪州拿到了席位 五过半 一度阻不了政府 但之后爆发的五一三事件 打乱了整个政治局势 随后部分加以党 包括一党 民政党 人民进步党 以及沙拉越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 新组成国阵 才让他们保住了雪州政权 如果从国阵时代开始计算 巫统坐镇雪州长达39年 首次改朝换代是在308政治大海啸 当时的反对党蓝眼火箭月亮 合力对抗国阵 最终拿下56席中的36席 其中公正党和火箭贡献较多 分别拿下15席和13席 至于国阵只赢得20席 从308大选开始 由安华所领军的明连和西蒙 在雪州就如开挂似的 赢下的一席一届比一届多 第13届的505大选 包括一党在内的明连 共拿下44席 第14届的509大选 西蒙的惠民福利政策奏效 加上有一马公司克提和政治强人马哈迪助攻下 最终狂胜拿下51席 然而后来发生西莱登政变 时任首相马哈迪辞职 国盟上台 共政党多位关键领袖 摇身成了叛将被开除 其中包括阿兹敏 祖莱达 塞富丁等人 水州西蒙最终失去11席 只剩40席 从308一直到509 西蒙已经稳稳执政雪州长达三届 回顾这15年历 雪州政府以革新为主 除了推出一些惠民政策 像是经济人民化政策 免费水计划 铸马斯拉莫顾等等 而在经济方面 雪州也一直是国内生产总值最大的贡献州 2022年更是缔造最高纪录 达25.5% 继续成为国内经济火车头 可尽管如此 雪州常见的治水水灾等问题 一直饱受诟病 当然还有经历雪州大臣换人 明年瓦解 公正党内部的派系纷争等等 其中2014年1月尾爆发的家影行动 以及2020年2月上演的喜来灯事件 至今历历在目 既然说到大事件 就得提一提当中的关键人物 前雪州大臣阿兹敏 一直拥有主角光环的他 在家影行动中 阴差仰坐 登上雪州大臣宝座 并分别在西蒙首都入主故城 以及喜来灯事件之后 都上京当了官 即便后来他在第15届全国大选 输掉俄迈国席 却依旧被国盟老大慕友丁器重 清点他为国盟宣传主任兼雪州主席 且此前还传出 一旦国盟夺得雪州政权 阿兹敏有望回国当雪州大臣 不过这仅是传言 毕竟能否过一党耐官 还是未知数 可无论如何 作为雪州国盟主席的阿兹敏 势必在本届州选 再次与曾经的土地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断兵相结 阿兹敏放话国盟能拿下33席 击退西蒙 取得雪州政权 阿米鲁丁则放眼赢得45到50席 维持三分之二 多数一席优势 究竟谁在瞎唬吹 来看数据 去年全国大选 吹马来海啸 国盟在雪州势力明显学气 在22个雪州国籍中 不仅攻破了国阵堡垒 还夺下三个公正党选区 一直拿下六个 成为雪州老二 分别赢得沙白安南 大港 丹荣加弄 乌鲁雪兰娥 加普和刮拉冷月 从数据来看 国盟在乌易选民站多数的郊区 确实占优势 尤其是在雪州北部和滨海地区 但要在州选实现 简单多数的目标 并非易事 因为这是少需要获得高达 80%乌易选民的支持 而要在雪州拿到这个数字 相对难 毕竟城市选区的乌易选民 一般新属西蒙 华裔和印裔的支持率 也超过90% 再加上如果一对一对垒 西蒙要守住雪州政权 并不难 但能否在绿潮狂吹下 依旧保住原有的三分之二 多数执政权 就不好说了 雪州西蒙四连霸之路 究竟有多难行 留守百格 带你一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